你能够来参加我们的献上崇拜 请你在神面前安静自己 虽然这个时候你的身体不在教堂里头 但你的心灵却是来到神的面前 主耶稣当年提醒撒玛利亚妇人说 你当信我,时候将到 你们拜父,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 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 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让我们一同在神的面前肃静 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 祝在圣殿中 住在圣殿中 五天下的人 最终面前 曾把它诞加住和诚实 scents weather 您能够悉悦在这里 阿弥陀佛 虽然我们弟兄姊妹彼此之间也见不到面 但是你却能够同时地看到我们每一个人 求你愿拿我们的敬拜 分别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 并且丰丰富富地赐下你的话语 你的安慰 你的力量 感谢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让我们随着下面的视频 我们一同来向神献上敬拜赞美 让我们来唱敬拜主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乐祝国 龙道能力 一切赞美 重灰 祝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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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我们来同心祷告 亲爱的天父 最近这个礼拜 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上 工作上 都经历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有许多人因为整个的经济与商业市场的动荡 甚至财产甚至生计都受到极大的威胁 就连我们的教会的聚会也都受到影响 因为各级的政府为了要控制病毒疫情的扩大 一次一次的又发出管制令 这些都是我们从来没有遇见过的事 出乎我们的意料 但亲爱的天父 我们相信在你并不意外 而且我们也相信 无论外界的环境变化如何的剧烈 即使洪水泛滥 你仍是作者为王 直到永远 亲爱的天父 我们就恳求你在这个时刻 你愿纳我们的敬拜与我们同在 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头 向你献上你当得的赞美和感谢 在这个时刻我们求你安定我们的心 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刻我们需要警醒 但求你叫我们不要惊慌 我们也知道在这个时刻我们需要学习更加的小心谨慎 但是却不是恐惧害怕 我们也有准备 但是不是紧张 不是抢购 让我们在这个人心动荡的时刻 我们能够在人的面前 显出我们是靠你有平安的一群人 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代 能够发光 能够有美好的见证 我们也恳求你在这个时刻 打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到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帮助 彼此的帮助 彼此相爱 主啊 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刻 不是我们能够如何 但是我们也求你让你的爱激励我们 因为是你先爱了我们 为我们立下了爱心的榜样 在这个隔离的时刻 我们也求你让我们能够想到 或者看到有别人需要的时候 我们能够为主的缘故伸出援手 用各样的方式 能够具体的帮助 或者我们在祷告上 我们借着各样的途径 我们来彼此关怀 彼此带导 彼此坚固 天父我们也求你在这个时刻 让我们在疫情的当中 让我们也能够学习属灵的功课 主啊 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刻 我们的信心受到考验 主啊 求你坚定我们每一位 你儿女的信心 在这个时刻 能够靠主坚强 也能够在这段隔离的时刻 更珍惜 与你同在的时间 好好地把握 这些安静的时刻 读圣经 祷告 背圣经 主啊 让我们在这段时刻 特别地与你亲近 你也特别地与我们亲近 让我们在这段疫情隔离的时刻 成为我们生命当中 一个成长的一个机会 一个学习的机会 一个受装备的机会 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们谢谢你 你可以在各样的环境当中 彰显作为 让我们也在各样的环境当中 抬头仰望你 知道这个疫情 在你保守之下 会过去 我们会恢复平静 恢复正常 我们就求你在这段时刻 让我们能够学习 你要我们学习的 每一样属灵的功课 我们感谢你 我们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也保守我们在 集中准备当中身体软弱的 需要你特别扶持的长辈们 特别求你看顾保守 我们也为了一些 在疫情当中生病的 或者是在第一线上的医护的人员 我们也求你的大脑的手 特别保护他们 带领他们 让病患也能够很快的康复 通过这段动荡的时刻 我们感谢你 随听我们大家同心合一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我们虽然是献上的崇拜 我们还是一样 有奉献的时间 所以在这个时刻 若你能够预备好你的支票 预备好你的奉献 可以带到主的面前 那么我们也在荧幕上 会显出教会的地址 你可以把你的支票寄到教会 或者是你可以使用ZELLE 这个转账的软件 把你的奉献转账到教会的账户 请大家看那个荧幕上 就写的是offerings 要是复述offerings 然后是atmbcsfv.org 这个是教会的一个电子邮件 如果你透过ZEL 你就可以把这个奉献 直接的进到教会的账户里面 好 我们按照主的吩咐 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的时候 我们不是空手的来朝见主 我们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恭恭敬敬的弟兄姊妹 在崇拜当中献上我们的奉献 这是你给我们的责任 也是你给我们的特权 我们可以在主的家中有份 在主的事工上有份 我们感谢你 求你悦纳我们弟兄姊妹 在你面前所献上的 主我们不但献上我们的金钱 我们更献上我们自己 愿意在你的国度上为你所使用 我们也求你在这个时刻 让神的家没有缺乏 让教会的事工 反而在这样的一个时刻 能够扩及到更多更多 过去扩及不到的一些朋友 或者一些人的身上 我们求你继续地使用你的教会 服侍更多更多的人 要把更多的人带到你的面前 我们求你愿纳我们的奉献 愿纳我们的敬拜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今天在我们的崇拜里面 讲到的是我们的 成道德传道 那么讲到的信息 是在约翰福音第16章 所以请你打开你的圣经 预备好 我请成传道来带领以下的信息的时间 好 各位长辈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 感谢神的恩典 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一起来在线上 一起来崇拜 一起来敬拜神 一起来听神的话语 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 听父上帝 我们要感谢你 我们要赞美你 主啊 从你那锋芒的恩典里面 我们都灵受了你的恩典 虽然在这个疫情肆虐的时代里面 主啊 我们仍然有机会 向你献上我们的敬拜 我们仍然能够有机会 来聆听你的话语 这是你给予我们的恩典 使我们无论在哪里 主啊 你的道匆忙在哪里 谢谢你 赞美你 继续祝福一下时间 当你的孩子奉足的名 站起来宣讲你的话语的时候 你与他同在 使他按正义分解你的话语 把你的话语按正义分解 出来的时候 使弟兄姐妹都能够得到祝福 得到帮助 谢谢你 赞美你 在你面前这样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最近呢 这段时间 我相信很多人 你都会收到平安的问候 以前呢 国内的疫情非常的严重 所以我们问候 国内的亲人和朋友 要平安 你平安吗 你还好吗 那现在呢 美国的疫情呢 更严重了 国内的疫情相对 就是被抑制住了 所以每天呢 我们会在微信上 就接受到其他各个地方的 弟兄姐妹 一些亲戚朋友 一些平安的问候的话 所以现在的我们呢 好像越来越能够体会 平安二字值千金 这句话的意义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我与弟兄姐妹 所分享的题目呢是 耶稣给你平安 所以我们打开圣经 在约翰福音的第16章 第29到33节 请大家打开圣经 约翰福音第16章 29到33节 好 下面请听我读 第二十九节 门徒说 如今你是明说 并不用比喻了 现在我们晓得你方式都知道 也不用人问你 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 耶稣说 你现在信吗 看哪时候将到 其实已经到了 你们要封上各归自己的地方去 留下我独自一人 其实我不是一人 因为有父与我同在 我将这些话告诉你们 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得胜世界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那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是 其实在约翰福音第13章开始 一直到第24一章里面 这一段被称为荣耀之书 里面很少没有记到 几乎没有记到神迹其事 而这一段经文呢 主要是记载着主耶稣基督 对他蒙徒的一个讲道 其实在约翰呢 写福音书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教会就开始已经逼迫了 甚至有一些人呢 已经因为逼迫而离开了教会 甚至是那些早期教会的一些英雄 也抵挡不足这种逼迫 没有足够的耐力在信仰上葬礼得稳 而耶稣基督呢就遇见了这一点 所以他事先就发出警告 他在16章一开始的时候 耶稣就对门徒怎么说的呢 他说你们在信仰上要面对很大的压力 并且告诉他们 宝会时圣灵会来 不仅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也要叫门徒呢 明白一切的真理 接着呢 在耶稣基督呢 就告诉门徒说 你们要将忧愁变成喜乐 就好像母亲生下孩子之后呢 看到母亲的喜乐 就不再纪念以前的苦楚了 接着呢 耶稣在16章中间里面 又告诉我们 要告诉门徒们明白一件事情 就是天父能够聆听门徒们 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做的祷告 而他自己呢 因为从父那里出来的 来到世界 现在呢 他也要离开世界 要到父那里去了 所以听到这么样的教导的时候呢 这些门徒们 在第29节当中 他就表示 如今你是明说不用比喻了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现在呢 很清楚了 你是明说 你可以明说了 我现在很清楚 你是从神那里而出来的 但是你知道吗 耶稣对于门徒的信仰告白 一点都不感到兴奋 他访问了一句话 他说 现在你信吗 你们信吗 接着耶稣32节说 看那时候将到 其实已经到了 你们要封上各归自己的地方去 其实耶稣在这里面 就直接指出 他们门徒们一个残酷的事实 无论当时门徒有什么样的信心 但不久之后 当患难来到的时候 这个信心就站立不住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 历史事实也是如此 过了一段时间 当耶稣被出卖的那一页 被交给罗马巡抚的时候 朋友们都离开了 门徒们都离开了 只有一个约翰远远的站着 当时耶稣接着说 你以为留下我独自一个人 他说 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 因为有父与我同在 虽然耶稣被门徒撇下了 虽然在最需要的时候 门徒们都离开了主了 当时天上的父神 却一直站在耶稣基督的旁边 陪着他度过一切的苦难 就像现在主耶稣基督 陪着我们度过一切苦难一样 是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现实是如此的残酷和无情 耶稣基督会被钉在石架上的 现实是如此的残酷 耶稣钉在石架上的时候 他最爱的门徒 却遭遇逼迫和伤害 亲爱的弟兄姐妹 现实是如此的残酷 基督徒们也会在世界上 经历苦难 战争的苦难 疾病的苦难 甚至瘟疫的苦难 但是呢 我们有盼望的事 就是三十三节耶稣基督的宣告 耶稣怎么说的呢 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 是要叫你们知道 在我里面你们有怎么样 平安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得胜世界了 从这些圣经里面 让我们看到三方面的信息 首先第一个方面是 耶稣说的 在世上我们都有怎么样 苦难 你知道吗 苦难是各一个宗教 各一个民族 里面都无法逃脱的一个主题 那耶稣基督呢 在经文里面 也毫不犹豫地告诉我们一个事实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为什么会有苦难 这是个古老的问题 也是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 你知道吗 基本上苦难的存在 是一个奥秘 是无法用世界的逻辑理论 将其合理化的一个奥秘 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 我们能不知道的是 苦难的开始在哪里 我们却不知道 人类苦难的开始在哪里 我们却不知道 这个恶的原始真正的为何 我们却不知道 那人类苦难在哪里 能开始的呢 就是人类死主亚当夏娃 在伊甸园里面堕落之后 你知道根据创世纪第三章 所记载的告诉我们 当年在伊甸园里面死的的时候 亚当和夏娃因为违背了神的命令 他吃了分别善恶果汁 而这个是上帝丰富 他不可吃的那个果汁 于是罪就有欲人露了世界 所以从原则上 首先人与上帝之间 这种的属灵关系遭到破坏了 你知道吗 看在圣经的时候 在伊甸园里面 上帝后来找人的时候 亚当你在哪里的时候 亚当就夺避耶尔华的面 为什么呢 因为人与神之间不再和谐 而正是因为 人与上帝关系的破坏 所以人与人之间 人与大地之间 人与智囊之间 人与自己之间 人与时间之间的关系 不再和谐 这个就是人类苦难的来源 这个就是人类不平安的根源 接着人类的历史经验 就一直不断地重复着 这样不平安的事实 有疾病 有战争 有恐怖事件 有地震 有火山爆发 也有瘟疫 而我们的内心里面 也一直不断地重复着 这样不平安的心境 我们会痛苦 会伤心 会空虚 会嫉妒 会仇恨 会恐慌 会难过 会忧虑 而就在最近 全世界的人 都在承受着这 新冠状病毒 所带来的不便 惊慌 痛苦 和恐惧 其实你知道吗 在人类记录历史以来 流行传染病 一直在侵蚀着我们人类 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 是《商联生活周康》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叫《全球大流行》 它说无人能够在病毒面前 独上其身 这篇文章整理了 历史当中的瘟疫和流行病 其实你知道吗 在我们人类记录 历史的记录以来 流行病一直存在的 可以确定地说 它说致命的流行病 距今我们能够知道的是 4000到5000年 在古埃及的时候就爆发过 有这样的记录 你知道而在旧约的圣经里面 瘟疫这个词前后出现了65次 灾病这个词出现了74次 而西方世界里面第一场 存在可靠的史料记者的 床独病大流行 就发生在公元前的 431年的雅典大瘟疫 在短短的一年的时间里面 10万个雅典人就死于这场的瘟疫 所以呢 全城将近四分之一的人口夺去 夺取了生命 而这个就是使得 曾经无比辉煌的雅典 那个城邦国家 从此就永远告别了自己的黄金时代 而到了罗马的时候 悲剧再次的重演 在公元165年的时候 罗马军队里面第一次爆发流行性的天花 并在随后的15年里面仿佛发作 所以这一场呢 是在安东尼王朝下的 被称为安东尼大瘟疫里面 他杀死了一个皇帝和500到1000万军民 几乎令罗马军团的战斗力彻底瓦解 到了541年的时候 起源于中亚商地的淋巴县鼠疫 他传到了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军斯坦丁堡 引发了持续一整年的查斯丁尼大瘟疫 帝国上市了超过2500万人口 相当于当时欧洲总人口的将近一半 而军斯坦丁堡有超过40%的居民就死于非命 而从1345年到1352年被称为黑死病的鼠疫呢 杀死了欧洲四分之一左右的人口 所以数据数量大概在2000万到3000万之间 而整整14整个的14世纪呢 全球人口由于鼠疫而减少了1.25个亿 到了17世纪到1715世纪到17世纪中期的时候 就在北美的大陆爆发了天花麻疹 还有呢肠道沙门士均等等一系列的流行病 90%的美洲的大陆原住民呢 都是因为疾病而死的 所以你知道吗 印第安人呢 他因跟白人战争而死的人数 远远不如被这些欧洲人所带来的病毒 SARS的人数多 而紧接着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时候 全球呢又爆发了7次祸乱大流行 累计死亡人数达到5000万人 所以最后于西班牙流港爆发点 这个时候呢流港就正式代替了祸乱和鼠疫 成为了24纪威胁人类健康的一个头号的祸首 之后我们就知道了出现了各类的假型的流港 包括在2009年到2010年 那个假型的H1N1流港 就是那个猪流港 我们都知道死了很多的人 另外就是呢SARS和MERS 以及呢 现在我们今年所看到的新冠状病毒的 这种冠状性的病毒 现在呢正在威胁着我们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就像耶稣所说的 在世上我们有苦难 在世上基督徒们也没有 我们也有苦难 我们基督徒同样的 没有办法在这些瘟疫里面 读上其身 而今天我们正在经历 新冠状病毒威胁的时候 更让我们体会到 耶稣所说话的真实 是的 在世上我们有苦难 而这个真实 也见证了一个事实 是人类堕落的事实 今天在这段经文里面 耶稣又说 那怎么办呢 因为上半句耶稣说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接着呢 耶稣说 但是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得胜 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了 耶稣说自己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了 难道真是如此吗 是世界胜了耶稣呢 还是耶稣胜了世界呢 你知道吗 毕竟这一段话是耶稣最后的讲话 你知道耶稣后来讲完了这句话之后 耶稣就被犹大出卖了 被宗教人士所设计了 被群众所厌弃了 被罗马兵丁鞭打 最后他走上十架上 钉在十架上了 好像耶稣被世界所杀害了 好像耶稣是失败了 但是耶稣坚持说他胜过了世界 为什么这么说呢 答案是 所有的敌敌力量 都没有办法改变耶稣来到人间的一个最初的一个愿望 就是什么呢 就是将光与神和人类 他的景况的真理显明出来 以及他为了要舍下自己的生命 好叫世人与父神和好 和平和平安 所以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第二十节的经文告诉我们说 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第二十节告诉我们说 既然记得他在十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 便借着他叫旺游 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为耶稣已经得胜世界了 也就是说人类放罪之后 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破坏了 这个失去和平的关系就带了人与人 人与大地 人与自己之间的破坏的关系 而破坏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死亡 所以无论在文化上或者在属灵上 人类就陷于那种死亡的状态 当时上帝爱我们 他一开始就施施了救赎的计划 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生了 所以耶稣基督必称为什么 和平的君王 所以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 会告诉我们他要带来的是真正的和平 耶稣是钉在石架上 他自己成为挽回祭 他挽回了上帝对人类的愤怒 恢复了上帝与人类的关系 而这个和好的关系恢复之后 就带来了人与人之间 人与大地 人与自己有和平的可能 而这个就是耶稣所说的真正的平安 你知道吗 在平安这个词 这个字 西伯来文里面 大家很熟悉的就是Sharon 那主要的意义是什么呢 是一个健全的状态 就是指全人 在一个终极和末世性的意义上 获得拯救的一个状态 它次要的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指人正是因为 进入了这个健全的一个状态里面 而可以享受到的心中的平安 各位亲爱的听众姐妹们 也就是说 真正的平安来源一定是来自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 而十字架的救赎成就了这种的和平之后 我们就可以因为这个健全的和平的状态 而心里有着真正的平安 所以耶稣就告诉我们怎么说的呢 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是有平安的 耶稣说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 接着耶稣又用了一个 我们现在都非常非常喜欢的一句话 他说怎么说的呢 你们可以放心 我们现在是最不放心 我们出门的时候不放心 我们去超市的时候不放心 我们与人家握手的时候也不放心 放心这个时候是最需要的 你知道吗 放心这个词在原文里面有 不要害怕就振作起来打起精神来的意思 所以希腊原文的句子结构 是一个强调式的一种结构 是怎么说的呢 就是打起精神来吧 我已经得胜世界了 耶稣告诉我们说 我已经得胜世界了 打起精神来吧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面对苦难 耶稣告诉我们说 不要害怕 放心吧 振作起来吧 打起精神来吧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完成救赎计划 已经得胜世界了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说 在基督里面得平安的时候 我们乃是基于 耶稣十字架得胜世界的事实 这个基础上的 正是在十字架上 耶稣他得胜了长死权的魔鬼 所以现在 我们也可能也会听到 很多人用类似的话来鼓励我们 比如说 放心吧 打起精神了 你看我都已经胜利了 你一定行的 这句话是不是很熟悉啊 那些成功人士的例子讲座 或者那些明星的广告词 都会告诉我们说 没有关系的 你看我都可以的 你是可以的 你知道吗 这些话 有些时候 听到会很让人绝望感的 比如说小时候 你的同学 成绩比你要好很多 每次考完 他会鼓励你 打起精神来吧 你看我都得一百分了 你也可以的 我告诉你 如果谁要再安慰我的话 我更加绝望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如果耶稣基督仅仅是一个 人人都希望模仿的对象的话 那么耶稣对我们来说 没有什么价值了 但是我们所要知道的是 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他也是神 他已经得胜世界了 不仅是为了自己 也是为了我们全人类 所以我们现在 凭着信心相信他 我们就可以很重要的话 就住在他里面 我们就可以得享他生命的胜利 正是因为我们住在他里面 所以耶稣基督的胜利 就变成了我们的胜利 所以当耶稣说 放心吧 打起起来精神起来吧 就有了实质的意义 和真实的意义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基督教和其他宗教最大的区别 基督教不只创造了 一个完美的典范 不是我们基督教有一套 伦理道德标准 我们信仰其实是更是提供了 一个达到标准的一种途径 这个途径是什么 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 正是耶稣基督透过死里复活的救赎 来拯救我们 所以我们就住在他里面 而他已经得胜这个苦难 得胜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可以有机会 有可能去躺狼 去面对我们的苦难 这个就是耶稣所说的真正的平安 其实在约翰福音的第14章前面的经文 也告诉我们 第14章的27节怎么说的呢 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 耶稣说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亲爱的弟兄姊妹 耶稣基督一再告诉我们说 不要忧愁不要胆怯 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平安 是真正的平安 今天我们面对的是新冠状病毒 所带来的侵蚀 不是因为我们 我们之所以能够在这里面享受这个平安 不应该是因为我们看了很多医护人员 他们的世纪很感动 所以我们打起精神来 也不是因为我们看到政府 他现在有很多的动作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放心了 也更不是因为我们家里面存了很多的粮食 或者我们存了很多的口罩 所以我们心里平安了 确确实实 我们很多的时候 我们把安全感建立在错误的地方了 我们已经以为家里囤了很多的货 就平安了 所以我们拼命去Costco 或者去木尔玛去买米买卫生纸 而问题是别人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当我们一去到那里的时候 发现怎么样 逛逛的都被人抢走了 所以我们就更加焦虑了 我们就更没有安全感了 我看了很多的一些新闻 看到很多政府的发布会 我们就想那里能够得到一些安全感 后来发现越抗越焦虑 并且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可能对于公共权利的一种期待 所以大家可能会继续 更多的一些负面 甚至有很多人 因为不同的一些抗法情绪 而怎么样 吵架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的安全感建立在哪里 牵连在我们有很多的卫生纸 有人就说了 我们在美国的华人就更辛苦了 我看到网上有个段子是这么说的 他说如果中国是打了疫 在中国 他说大陆中国是打了疫苗的 打了上半场的话 那我们全世界呢 现在在美国是打后半场 那我们这些在美国的华人呢怎么样 是打全场 在中国问中国那个时候 我记得一月份两月份的时候 我们都为中国祷告 我们去买一些那个那个口罩 寄回中国 我们天天打 我们操心的不得了 那现在呢 我们又操心了 所以华人呢打全场了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当时耶稣告诉我们 你们放心 你们不要忧愁 你们不要挡去 你们要打起精神来 为什么 不是因为他能够说 完全控制住 他要控制这个疫情 乃是因为他已经得胜世界 乃是因为他已经被钉在石架上 完成救赎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基督徒我们在这个瘟疫当中 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起精神 我们之所以能够不要忧愁 非常重要的是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世界 已经在石架上完成救赎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求上帝能够怜悯我们 虽然我们都宅在家里面 虽然我们可能会惊慌 但是耶稣已经得胜世界了 因为耶稣已经得胜世界 所以在他里面就有真正的平安 而这个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 我再说一遍 我们在瘟疫里面 之所以能够享受到 可以享受到真正的平安 乃是因为耶稣已经得胜世界了 完成救赎了 而我们怎么能够获得这个救赎呢 就是在他里面 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助 下面我想说的是 那面对激情我们如何 这个疫情啊 我们如何来活出真平安的 下面我有七点的建议 首先我想说的是 第一 我们承认自己的软弱和有限 但是我们要长存盼望 其实你知道吗 在疫情面前我们看到人类的有限性 病毒是没有眼睛的 苦难临到富人 苦难也会临到穷人 我们平民百姓会可能得新冠状病毒 但是那些大名鼎鼎的人呢 比如像汤姆汉克斯 他也会得的 国会议员也会得的 那个昨天看到的是 那个白宫里面好像也有人会得 已经得这个病毒的了 所以苦难会把我们放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也正是因为如此 我们知道每一个人 只不过是被造的人 每一个人都是乱络有限的人 但是你知道吗 在传道书第三章 第十到十一节那段经文 我们非常熟悉怎么说的呢 他说我见神 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将永恒和苦难联系了在一起 也就是说虽然我们是暂时的 有限的 但是上帝将永恒放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能够在苦难里面思想永恒 当我们在思想永恒的过程里面 你就想到耶稣基督被钉在十架上 得胜世界的事实 所以我们有盼望 基督徒应该在疫情里面活出盼望 这是第一个 第二我想说的是 不要让负面的情绪 来影响我们的灵性状态 说实话 现在的资讯非常的发达 是移动网络时代 我们的微信上会收到很多很多的信息 你知道吗 现在他们这些信息APP 都是以流量和点击率为他们的目标的 也因此他们的题目 这个标题 非常耸人听闻的 甚至会有很多的谣言和很多的假新闻 这些也常常调动着我们惊慌的情绪 而在这个疫情过程里面 我刚刚说了 我们对政府的要求也会更多 所以会增加我们的一些负面情绪 囤不囤货 很纠结 对不对 好不容易了 我要去买一些东西了 一看到商场里面 都光光了 你怎么样 更惊慌了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求神怜悯我们 让平安的主给我们心灵有平静安稳 不要让负面情绪来影响我们的灵性状态 说实话 包括我自己养有钱有一段时间 就是看了一些新闻 就很多很负面的情绪 几天都没睡好觉 但是突然有一天 神的话安慰我 求上帝能够特别怜悯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怎么说的呢 你要保守你的心 甚至保守一切 求上帝能够帮助我们 让我们有意识性的 保护自己的情绪 不要受到负面情绪 特别的干扰 以至于影响我们的生活 影响我们的服饰 影响我们与上帝之间关系的建立 这是第二个方面 第三 我想说的是 要保持肢体间爱的团气的关系 因为现在我们不能够参加聚会 所以呢 我们跟弟兄姐妹之间 就没有一种物理上的一种聚会 少了肢体之间的一种连结 或许呢 不能够面对面的聚会 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一些网络 很多的一些通讯设备 我们可以进行小组聚会 我知道现在每一个团气都在 或者在微信群里面 或者在这个Zoom里面 我们过团气生活 我盼望我们也能够在这样的生活里面 能够继续让肢体之间 有彼此的支持 彼此去建设温暖 带导和守望 彼此一起陪伴着度过最紧张的时刻 其实我看到 包括我现在看到 子亲团气里面 一些弟兄姐妹的一些聊天 一些彼此的关怀也挺感动的 前天我看到一位姐妹说 在网上 她说自己在网上购买了鸡蛋 但是呢 好几天在采到 她只是说了这么一个事实 但是后来我看到另外一个姐妹呢 她就发上去 她说 你家有小孩 我家有两盒鸡蛋 是否可以给你一盒啊 你知道很小的事情 我就很感动 我也知道有弟兄她奉献了一些 N95的口罩 给有需要的人 这些都是团气爱的表现 所以虽然在疫情面前 但是我盼望我们肢体之间 继续能够保持到 爱的团气的关系 这是我说的第三 第四 用心去建造家庭关系 你知道我看到新闻啊 说中国在疫情期间呢 家暴的投诉 直接的方便啊 特别是刚刚结束了隔离之后 她说我看到那个民政局有 有一个新闻 她说那个申请离婚的人呢 急速增加 她说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有些庄家去研究 你知道以前的家庭组织 内部的分工比较明确的 上班时间都已经 都是这样的 上班时间多的人呢 那少干点家务 对不对 上班时间少有的带家里 那多干点家务 都比较已经明确了 而现在的疫情期间 大家都待在家里 把这种分工合作的关系给打破了 所以就炒生了矛盾 或者说过去呢 大家各自在工作 夫妻之间各自在工作 所以长生距离没 而现在呢 天天在一起 所以很多东西都放大了 因此矛盾就越来越多了 你知道吗 对于我们这些 有小孩子的人更是如此 以前呢 每天最轻松的 就是把小孩子送到了学校 那就自己轻松了 现在呢 小孩子天天在家里 哇 你知道吗 三个孩子一起哭的样子 是怎样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 我最近这几天常常有经历 所以我想说的是 我们就需要有意识性的 有计划性的 去经营好自己的家庭 包括我们带领家庭崇拜 家庭读经 或者家庭做一些有意义的娱乐和活动 所以用心去建造我们的家庭 第五 我想说的是 多祷告 不可停止崇拜聚会 面对新冠状病毒 所引发的公共卫生和经济体系的一种威胁 所以我们基督徒要起来祷告 寻求上帝的面 所以群体性的认罪悔改和祷告是大有功效的 另外 基督徒我们特别谨慎 不可停止崇拜聚会 你这么停止逛了的话 就像圣经我告诉我们的 就好像停止逛的人 我们越来越不想聚会了 所以我盼望现在我们有网络直播 虽然我们程序都缩短 但是我想说的是 但你在家里面正在看着 在教会里面网络直播的时候 不要当成一个娱乐项目 这是一场严肃的主日崇拜聚会 我们仍然有读经 仍然有祷告 有唱识 有讲道 因为这是一场崇拜聚会 我们仍然放有三一送和阿门送 因为这是一个崇拜聚会 所以我们也鼓励弟兄姐妹 可以透过支票 可以透过教会刚刚所设立的 那个Zell的电子转账来奉献 因为这都是崇拜的一个程序里面 重要的一个程序 让我们完整的完成一个主日崇拜聚会 就像前天有姐妹说的一样 确实是看着网络YouTube里面的时候 很不容易集中在一个教会里面的讲道 我看到有人说 原来在听的时候 你就想想别的教会是怎样的 这个教会是怎样的 我想说的是 这都是对我们一种试探 我想说的是 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崇拜的话 无论你参加哪一个教会 请你从一而终 因为这是一个崇拜聚会 我们需要在礼拜天的时候 完成一个完整的崇拜聚会 第六 我想说的是 要上于抓住 上行和福音见证的机会 因疫情也波及经济体制 很多人会陷入困难当中 所以我们基督徒不可停止上行 无论是过去我们对慈善机构的遵限 或者对社区和生病人物质和精情上的帮助 我们都不可以停止 我们基督徒能做什么呢 我看到的是 在社区里面 因为有很多人买不到这些必需品 所以有些人把自己多的放在外面 说free给人家的 我们也不可以停止福音见证的机会 这是一个年轻人发给我的 他说那个神父 我不知道这是神父还是牧师 他说也是要坐在外面 去服侍别人 其实你知道吗 我们不能够忽略爱人 也不能够忽略为福音做见证 虽然我们现在不能够把人带到教会里面 但是我们可以拉到基督徒的群里面 我们可以给分享一些很好的一些视频 特别是当有一些人在很恐慌很惊慌的过程里面 我们可以给他们带来基督徒所应该有的真正的平安 这种的平静安稳 对那些在惊慌当中的人是一个极大的祝福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最后我想说的第七个方面是 我们要相信耶尔华仍然作者为王 虽然冠性病毒所带来的影响 是超乎我们以往的经验的 你知道吗 德国默尔总理 他把这次所带来的伤害 跟二次世界大战相对比的 在美国也是 现在的动员是空前绝后的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现在未来所面对的也是有未知和未解 我们不知道将来发展下去会是怎样的 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要相信上帝比这一切更大 让我们从我们的焦点 从恐惧当中去转向上帝 我们的眼光要转向耶稣基督 我们相信我们的上帝仍然掌管明天 因为当洪水泛滥之时 耶和华作者为王 直到永远 耶和华作者为王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求上帝能够祝福我们 因为耶稣基督所赐的平安是真正的平安 正是因为耶稣基督所赐的平安是真正的平安 所以我们即使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仍然要刚强壮大 最后我想与弟兄姊妹所分享的是 前段时间在香港教会里面流传的一个短文 叫不要浪费了这次疫情 其实这是仿造 美国的一个很著名的牧师叫John Piper 他的一篇文章 叫不要浪费你的癌症所写的 一共有六点我念一下 第一 如果你不相信疫情是上帝所允许的话 你就浪费了这一次的疫情 第二 如果你只注意外面的防放 而没有靠圣灵防放罪 他说你就是浪费了这一次的疫情 如果你继续考虑死亡 考虑永恒 那你就是浪费了这一次的疫情 如果你盼望疫情赶紧止住 只是活下去 或者只是正常生活的话 而不是去寻求明白上帝的旨意 而更加珍惜基督的话 我们是浪费了这一次的疫情 如果你花太多的时间 去阅读关于疫情的资讯 却没有足够的时间去阅读神的话 我们是浪费了这一次疫情 如果你没有好好利用这一次疫情 让他成为基督真实和荣耀的见证的话 我们是浪费了这一次的疫情 各位亲爱的兄弟们们 那我们如何能够坚定的在神的面前 过真正平安的生活呢 因为耶稣告诉我们说 他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 我们一起祷告 听父上帝我们要感谢你 求你能够与我们同在 虽然我们有苦难 虽然我们正在面临的疫情 所带来的苦难 但是主啊 你是得胜世界的主 所以我们在你里面的 我们就有平安 我们可以振作起来 我们可以放心 谢谢你所带给我们这样宝贵的信息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让我们一起唱赞美诗歌 耶稣给你平安 一分钟 恩 二分钟 我祝福 这世间虽有苦劳 主耶稣是避风刚亡 祂要给你 祂要给你平安 远远永留不断 这世间虽有苦劳 主耶稣是避风刚亡 祂要给你 祂要给你平安 远远永留不断 耶稣 耶稣给你平安 耶稣给你真正平安 深深在你心里 远远永留不断 耶稣给你平安 这世间虽有苦劳 主耶稣是避风刚亡 是避风刚亡 祂要给你 祂要给你平安 远远永留不断 耶稣 耶稣给你平安 耶稣给你真正平安 深深在你心里 远远永留不断 耶稣给你平安 远永留不断 耶稣给你平安 远永留不断 耶稣给你平安 远永留不断 深深在你心里 远远永留不断 父耶稣给你平安 平安 耶稣给你平安 谢谢陈道德传道带给我们的信息 我们这次需要主给我们的平安 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刻 我们再次在这个时候要欢迎弟兄姊妹 在各地各方加入我们线上崇拜聚会 我在这里要特别欢迎 在加州中部的Fresno教会 华人进行会的弟兄姊妹 加入我们线上的聚会 我们特别欢迎你 感谢主 还有凤凰城华人教会也有弟兄姊妹 也在这个时刻加入我们线上的聚会 我们也非常欢迎 感谢主 我们相信还有很多已经搬离我们古区的弟兄姊妹 也能够借这个机会 跟我们线上聚会一起联系起来 这是上帝给我们特别的恩典 我们也向神感恩 也请弟兄姊妹下个礼拜 也能够在同样时间跟我们连结 我们一起来聚会 一起来敬拜神 刚刚陈传道已经提到了 弟兄姊妹在周间 也借着网上线上的各样的方式 继续保持团契的生活 所以若你还没连上的话 请你一定要努力 学习使用你的手机 你的电脑 或者你的平板电脑 能够成为跟弟兄姊妹连接的工具 我盼望在这个疫情隔离的这个时刻 大家能够更加珍惜 我们组里面弟兄姊妹的连结 彼此的团契 我们也努力学习一些新的方式 来克服这个困难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这个疫情的时刻里面 我们的信心受到考验 以至于我们能够更坚定地 靠着我们主来克服一些困难 来胜过一切的考验 所以在这个时刻 我们更多地要彼此带导 要彼此相顾 要彼此相爱 那么我们三月中的聚会 大概都要用这个方式直播来进行 那么四月份的聚会 我们盼望情况有好转 我们能够恢复聚会 若不行的话 我们还是继续地 会用这个方式 和弟兄姊妹一起在线上来聚会 所以请你继续跟我们教会保持联系 我们会不断地会发出电子邮件 或者在微信上面发布各样的消息 盼望弟兄姊妹能够不要脱节了 那么我们盼望四月份的聚会 因为四月份我们有少年节的聚会 有复活节的聚会 我们盼望这些聚会都能够恢复正常 但若不行的话 我们也是一样 就在网上 在线上 我们来聚会 请大家记住 聚会不要间断 好像圣经提出我们的 不要停止聚会 好像停止贯得人 倒要彼此劝勉 所以让我们彼此劝勉 持续地聚会 不要间断 刚才我们的机会里面也已经提到了 若你要奉献给教会的话 除了写支票之外 你也可以到Zelle 这个转账的工具 转账的软件 Z-E-L-L-E 这个机构 通过这个 把账转到教会的网页 教会的电子邮件 就是offerings atmbcsv.org 这个是教会特别 在Zelle设定的 我们的账户 您可以透过这个方式 把奉献转账到教会 我们也请大家 关心教会的需要 在这个时刻 虽然我们的聚会 都要受限制停止 但是我们的事工并不停止 弟兄姊妹的彼此的关怀 彼此的扶持 还有我们教母 在跟大家发的 这个灵修乐 或者是任何的 这个稿件等等文件 我们都没有间断 所以请大家继续的 为教会的这些服事 也献上祷告 大家也都能够尽心竭力的 在这个时刻 好好装备自己 让能够 在这个时刻 不只是消极地 受到了隔离 而是能够积极地 在这个时间 好好的心境主 好好的装备自己 能够来为神所用 我们教会的节目单 也都会发到 各个人的电子邮件里面 所以应该你都可以收得到 你继续地保持 跟教会的联系 各样的方式 需要有什么帮助的话 也请你跟教会办公室 几点联系 我们4月份呢 也还有联合主日学 那么我们原则上 我们都会通过Zoom 来继续我们的教课 所以请你也在这段时间 学习 怎么使用Zoom 怎么样上Zoom 来上课 或者是上这个 团系聚会等等 我相信 各位都能够学会 这个也不困难 我怕我各位能够克服 克服各样的 这个困难 来达到 这个学习的 这个好的结果 好不好 请大家努力 好 我想没有其他的报告了 我们就在这个时刻 我们一起来唱 赞美一神 来结束 我们的敬拜 我们随着音乐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 赞美一神 哥们的音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们一起来祷告 接受上帝的祝福 愿天父上帝的大爱 耶稣基督的恩惠 圣灵的宝慧训味 常与弟兄姊妹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愿上帝与大家同在 我们就结束我们今天早上的 献上的崇拜 上帝祝福每一位